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看馬鏡,聽蔡馬資訊,我們不要半桶水馬演,不要無聊扮四條的所謂馬亭人 要聽分析全面專業的蔡馬資訊,就一定要聽麥白沈國成 沈國成甚麼了?大家聽過就知道有多專業,多萬了 1級賽馬方程式 來到1級賽馬方程式,我們可以檢討上一次賽馬日記的賽果 當然,我們寄予厚望的潘明輝,即是我寄予厚望 給予了亨利馬丹,結果第一場泡泡王就跑第三 對於潘明輝今次儲女在香港出戰的賽馬日記的表現有甚麼評價呢? 首先我想給大家看看,我們準備了兩張照片 是那些報紙,那些記者怎樣看一個騎士 然後我想給大家的評價 我們先給那兩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這裏大家要留意叫做超級新人王潘明輝首蘇布折 OK,第二張 然後這裏有神童潘 很多很讚美的說話就放在他身上 好了,可以回來 這個就是亨利,我就是覺得香港作為體育的新聞 這些記者就是完全根本就是對那個 他自己做的行對的行不熟 總之甚麼都加神童 如果是吃神,即是吃東西就吃神 運動就神童 有甚麼兩個就孖寶 總之甚麼都他未去不求甚解 首先就放在神字上 所以為甚麼香港有這麼萬佛子,那麼多神 滿天神佛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甚麼呢,就稍為好些 駕車就車神,甚麼神 所以就走了那麼多神出來 那他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呢 那我那天在節目裡已經跟大家說 我不斷想看他的神操 我不斷想看他的視集 可惜看不到視集 神操我都覺得這個小朋友的妝 真的非常一般 那個鍛鍊自己的體能 或者做一個比較上 是有自己風格的一個騎姿 做不出來 嗯 我就說,喂,一般而已 那所以呢,我今天呢 也都準備了一些資料 希望阿亨利呢 就跟大家分享的 嗯 因為我一直都是覺得 這個是運動來的 是 我們是需要跟這個運動呢 的運動員呢 是要更加多的認識 那所以呢,我今天先 想把他們的資料 給亨利很快速 我們會介紹四個 即是現在本地的建築生 是 剛剛這四個我們介紹 是那個亨利馬膽四川十一給大家的 是 那你會看到他們的背景 大家都很相近的 是 亨利可以大家說一說 首先這個王浩南 原來23歲很年輕 很年輕 09年,即是差不多八年前 即是15、16歲就已經 是建築生的 原來這麼早就要做建築生的訓練 接著就在2012年 即是五年前 即18歲就終於成為了建築騎士 接著就去了紐西蘭 就跟了Mike McCann 就學這個跑馬 當中已經贏過16場頭馬 接著在2014年 他就已經在紐西蘭的 蘇利雲馬房 就累積了443場 就贏了36場頭馬 都差不多 強背景差不多 差不多 8%左右的得勝率 接著就去到2015年的2月 就回來香港 就跟隨乳石學藝 竟然是鋼琴7級 也挺有趣 原來他騎士大有色彈琴 證明他雙手也挺靈活 接著就是何宅堯 年紀比較大26歲 他又是跟蘇利雲 就是在紐西蘭 然後也贏了44場頭馬 回來香港之後 第一季就立即贏了10場頭馬 另外他在2012年 也拆騎藍城堡馬 就贏了第70場頭馬 正式做了大師傅 現在香港就要70場 才是正式大師傅 那時候40場就搞定 他在5年前 短短兩年就贏了70場頭馬 很誇張 2010到2012即是3年 3年之間就贏了70場頭馬 到2014年和15年就贏了33場頭馬 亦都是一個相當之 香港已經贏了170場頭馬 的一個本地騎士 即是現在場數多了 機會多了 他們的機會是多了 以前真的很少 第三季毛顯東 23歲 2013年其實他也比較遲 在4年前 即是19歲先 即是黃浩南已經出道 他剛剛去了南非去學 這個騎士學院拆騎 然後2013年12月 年尾就在南非出賽 南非上陣了174次 就得5場頭馬 之後再轉到紐西蘭 跟了施洛克 就學這個拆騎 當時我們所說的 蔣家琪也是跟同一個 連馬斯拆騎 毛顯東在紐西蘭 就上陣了526次 就贏了42場頭馬 得色率比之前的南非進步很多 然後現在回來香港 就跟了沈澤成學藝 現在他可以 曾經在出賽的時候 他的榜可以輕到104磅 他很過招勢 所以要跑回一些輕寶馬 再減10磅 他在香港 暫時只是 最近贏了兩場頭馬 三場一個 三場一個 其實他出賽的 場數也不太多 很少 都是三四十場 我也覺得挺可惜 因為其實他有一個 減10磅 這麼大的優勢 其實也沒有什麼 我們說說好的拆騎機會 最後就是蘇迪鴻 蘇迪鴻就30歲 2008年才獲得這個建築騎士 我發現原來早些 其實比較遲出道 15歲才出道 是20歲 因為2008年 差不多9年前 22歲 然後在2012年 拆騎這個厲害先生 就贏了70場頭馬 他用了四年多 不夠四年 三年半時間 就贏了70場頭馬 其實在指定的時間之內 就做到大師傅 二十幾場一年 是的 1910年到 他就在建築騎士 拿了這個冠軍 不是 排第三 拿了貴軍 然後在2012年 一一一一二年到 終於贏了冠軍 建築騎士 現在在香港 其實他就贏過這個 2010年的好先生 贏過一個精英碟 就是香港三級賽 他在香港 總共贏了136場頭馬 也是一個相當多的經驗 亨利 為何我想 麻煩你讀了這麼多資料 其實 再看回潘明輝 其實大家 根本和現在 已經在作戰的建立生 其實背景也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有一個 偏見 或者先入為主 以為他是最厲害的 其實以前這班馬會 已經轉了整個新的建築制度 就是貴精不貴多 將一個金字塔式來訓練他們 那個苗照又覺得好的就是不斷扔過去 但是來到潘明輝 我覺得這次 馬會是很刻意 去特地 是想做一個潘明輝效應 至於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很老實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那天 當然都看好他 以為這隻應該是他 那天我已經說他會贏 因為很老實 如果沒有馬會 在後面的orchestra 想製造一個新的新星出來 潘明輝是不可能有這麼多作劇 也不可能大摩給那隻馬 可以讓你贏到馬 大摩不是這種人 也不太關照本地建築生 很老實 他老爸以前更加 你看文家梁兒本輝那些 馬都不用讓你騎 操馬給你分 所以我覺得馬會 是想做一個潘明輝旋風 所以大家不要緊 吃著浪 我們就做牆頭草 馬會搖他去哪裡 他有什麼連馬斯 他一定要撥他給他贏 你就買都不要緊 但是 長遠來說 暫時 到現在這個水準 不要這麼不理性去買他 過了這次 我都不會很不理性 餵潘明輝 我就和大家穿了他 因為我其實這隻泡泡王 我覺得何宅堯其實也很好 所以既然他回來 再減10磅 是不是應該更加好 但是我現在就已經準備了一部片 給大家欣賞一下 我可以告訴你 他還未真是 進去 現在可以贏到剛才阿興里 花了這麼多分鐘 讀給大家聽 那幾位騎士的騎棋 他甚至乎在他們之下 一定不在他們之上 只不過他都有八百多場的經驗 也贏過幾十場馬 但是你知道那些澳洲 這麼多 那些騎士都不贏得少 對 說真的 也有一百場過 老實說 那些馬場實在太多 有時候只有四隻馬 跑五隻馬 你要贏不是很難的 還有你對那些 有些根本不是很專業的騎士 好像以前我記得 我去北愛爾蘭去學騎馬 大哥那場馬只有四隻 他那隻馬 他拍了照片給我看 瘦了一隻就像雷仔 瘦了都沒有東西吃 都跑到第三 那我們鬼死那麼開心 嘩好厲害 我跑到第三 原來只有四隻馬 你圓到回來 差不多都第三 輸層到街那麼遠 但是如果你只是聽數據 嘩好厲害 但是要看真實 就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不是查他的台 我覺得這個瘦品仔 是應該要正視很多東西 他其實不是那麼高 千萬又不是神童 又不是超人 又不是剛才那些所謂新人王 他只不過是一個 在外國跑過八百多場馬 還有就贏過幾十場 頭馬的建築生 但是 不是你說得那麼厲害 嘩 我們看看為什麼 好去片 去片 我們看看這個賽事的 上堂賽事的重溫先 好 那我現在就圈住了那隻馬 先 那在這裡 這隻就是了 剛剛 他就拿了一條左手邊出來 這個我覺得 就是 他很依賴那條邊 還有他因為 始終在澳洲的時間 差不多大部分時間 就學了 好學不學呢 就是打馬肩頭的 是 他很喜歡打馬肩頭的 這個打馬肩頭呢 其實是 好的就好的 不好就打疾出那隻馬的 你等一下看他呢 就是 有一片 砰砰的聲音 打死邊來的 那個力不是一個 很好用邊 是死力 然後呢 打到那隻左手 下去呢 右手又配合不到 接著呢 配合不到之後呢 那個人又散不下去 是基本上沒有節奏的 如果這隻馬 給何澤耀騎呢 我也不敢說 一定會跑到他 但是 可能反過來 應該比潘明輝更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去片看 你看看 他的左手邊 剛才已經吐了前面 那是死力 嘩 有前面 看到嗎 繼續吐前面 但是你吐得來呢 他的左手 右手也推不到 你看看 人家跳著這些 你看看 最明真寶這些 你看看 左右手很平衡 你看他這裡 左手打得下去 右手也配合不到 慢動作 大家可以再看清楚 你看看 左手又打肩頭 但是右手 推不到上去 看到嗎 他人家都吸不到馬安 是不是 不是說他差 當然也有不上功夫仔 但是這個功夫仔 現在剛才我回來 我們跟大家說過 那幾個騎士 都做到 不只是他做到 大家這個是其中一個了 所以 還有他那個 他那個 邊 打到馬肩頭 這個 有些好的騎士 這一下 配合下去 是配合他 不要讓他轉腳 是 有時怕他轉了腳 那隻馬會有機會 內閃或者外閃 還有有時 那些馬 他出正正腳的時候 一配合他 就確定他不要轉 他一路一路的節奏 那隻馬才會跑得好 但是他是不是都在前面打 有前有後 有前有後 那樣打 那個馬的節奏 也是打亂的 因為他太心急了 你明白嗎 他首先第一場 那隻馬 跑第三 他已經心急了 這一場他想著 喂 又想贏了 因為他真的知道這馬是有料到的 所以他是 這個我想是初至登場 是有少許過激烈 這個我可以原諒他的 我只有用過激烈 來解釋他 但是如果他這樣的節奏 去打這馬 我感覺他就是 左手邊 如果我再看右手邊 才是公平的 很多人不是左手仔 打左手邊 連他的頭也會去的 不好看的 很多香港騎士都是 莫雷拉是其中一個 左右手邊打 都是很平均的 騎士 但是有些右手邊打 是兩個人來的 完全是很漂亮很多的 就算過東來 右手邊是比左手邊 都是一樣 好了 我們現在再看另一隻 再看另一隻 我們再看回毛顯東 我不是特別集毛顯東 我只是想說 大家既然我們那天 為什麼選這幾個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分別 大家都有小功夫 毛顯東那天 騎了那隻 就是追風追月 而同一時間 這裏大家可以有時間看到 就是這個 潘明輝打右手邊 這樣就可以大家平 你們也可以嘗試去看 這隻就是銀城福星 這隻就是追風追月 那我們再去片看 究竟他們兩個騎 我覺得 毛顯東有板有眼的 你看他 你看他 有一條薑城 推下去 他節奏不錯 手不錯 這裡 他又打馬 肩膀 然後你看他 他坐下去 沒有毛顯東坐得這麼漂亮 然後現在換手 左手邊 轉右手 你看看 看到嗎 這裡就是銀城福星 沒有了 那隻馬 但是你看到 毛顯東騎得不錯 那些節奏 是吧 雖然到最後 他臨尾都有點猛 因為他 左眼瞄到 外面有隻馬 已經追上來 那變成他 他臨尾 他都是 新仔的毛病 都是有的 都有點亂了 但是 這兩下 這兩下亂了 一點點 但是總體來說 起碼都跟我們保住第三 好 可以再回來 那這樣 大家也可以對比到 兩場賽事來講 你看到剛才那個 潘明輝 騎了一隻泡泡王 和現在這隻 追風追月 那毛顯東 其實 不差的 所以如果同樣相對大家 將來 毛顯東有些馬 是有機會的 潘明輝有些機會 你不要 啊 潘明輝來了以後 不用看毛顯東 你就跟河巴作對 你就對這個賽事 那個運動員 就看錯了 那會有機會 明明有機會的馬 你就因為又是 哦 毛顯東騎 或者 何宅耀騎 或者甚至乎 另外一個騎 我們就不選他了 黃浩南 就可能會錯了 那基本上 他們打騎攻 不相伯眾 甚至乎 以現在 第一場看 潘明輝 還應該不在毛顯東 之上 頂籠是 趴的 那我們再看一場 那這隻 就輪到黃浩南的 這隻呢 就是 我們也有 叫大家買的 是 那隻呢 就是 太陽喜喜 這隻就是了 那你也要看看黃浩南的 吊炮 那大家看看黃浩南 這次會打左手邊 但是你看看他左手邊 那邊呢 他車下去呢 就車得比這個 潘明輝 你看看 那裏面這隻 他一路打 你看看他頭沒有轉 沒有跟過去的 看不見 他頭一直在前面 一路看 他這裏最不好 我呢 就看電速機 究竟有沒有馬追上來 看一看右手邊 大家看 他打左手邊 但是頭沒有跟著去的 這個呢 也都令到這隻馬 其實會很平衡 因為你動 你的右手已經動到那條疆承 那隻馬可以有機會 片出片入 但是我就是 嚴黃浩南 那個檔太短 短得來 變成他真的有事 我感覺他發力下去 那一刻 那個音力的節奏 不是做得太好 好了 那我們看了 這幾隻馬 時間也都應該有限 我們第一次 但我不怕 因為今天我們做兩場 我們有時間 這幾隻馬 我們看下去 其實幾個運動員 這幾個騎士 不是太差 但是剛才我一開始 給那兩張報紙的記者 給你看 有什麼新人王 有神童 這個世界沒有神童 這個世界沒有天才 任何人做一件事 你超過一萬次 你就是天才 你就是神童 其實都是要克服 都是要用那個時間去緩 就是叫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就是一模一樣 你看剛才亨利說 他十五六歲就已經去跑 其實已經跑了十年 才有今天的功力 所以有時候 那些港馬的人 動一下就 哎呀好像那隻 奔馳捕馬 哎呀梁家俊 你騎得動他 我特地也編出來看 那就是說 如果梁家俊贏了 梁家俊比史卓鋒 齊普敦 莫艾成 各能 因為那幾個 跑來跑都贏不到這隻馬 最終 莫雷拉贏了之後 今天我就說 他那兩場趕不到 回來馬會 當然不讓你跑 所以就贏了梁家俊 但是不等於他一定跑不到 但是這些說話就很難聽 為什麼梁家俊 騎得動他又是這麼特別的事 梁家俊是個大師傅 為什麼騎不動呢 你沒有機會讓他騎過 從來沒有讓他騎過 所以那些說話是不是會奇怪 所以你要了解運動員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不時會好像突破了傳統 人家說馬 但是我們就說 說騎技 好像為他們 講很多好說話 但是不是 我們就是 你不好的我們都會說 但是我們的出發點 就是希望他好 不要自滿 是吧 好的其實有很多人在這裡好 但是他們一兩 戴著黃色眼鏡 總之香港人騎到贏 哎呀梁家俊也贏 哎呀王浩南也跑第三 哎呀 但是莫雷拉輸的達言 都輸到沒有拍的 好像八心之王那些 喂大哥 你拿著鏡子看看 眼睛都暈了 你看看還有 眼睛都暈了 我都不想再看那場馬 有網友叫我們 來報出來看 不想看 知道你那兩隻 那兩隻 那兩隻 那場馬 我也告訴你 如果那隻馬 閃而進去 可以去的 當場有飛 但隨意識打搭兩隻 現在第三隻 大家都懂得做 對吧 告訴你 這個幕後是 玩真銀的 大哥 真的很難看 在我近年看的一場 比較難看的一場 比較難看的一場 講完了 那第一節 還有講一點點 因為Michael不喜歡講我 我就最喜歡講的 就是上一次我們的 戰果檢閱 有很多網友 可能在第二、三節 再講到 相關投注的 會會再詳細一點 其實你們可以去馬會 去拿這些 四重彩 四連環的 投注的 參考資料給大家 就可以很快 計算到幾個 比如我們上次第三場 這個瀑布王 加這個 黃龍大將 加駿明真寶 和快寶區 我們那一場 就給了六隻馬達 其實如果你看看 那時候的賠率 不是那麼高 你就不買這個 那隻快寶王 就是分這隻 是啊 如果你的理想 你直接買這個 四連環就可以了 那你六隻馬達 四連環 其實我們已經給了 一隻馬膽 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有兩個建議 一個就是兩膽 拖四腳 就是四重彩 300元 但是如果你福祉心靈 我就一膽拖五腳 的四連環 其實只不過是十注 那你十注 就已經賠回五百多 那就是五倍 贏四百元 是的 另外如果你是進取一點 那你就又可以參考 這裡 在這一個 就是一膽拖五腳 就是福祉馬膽 就是二百四十注 但是如果你聽我們說的話 我們在三隻腳裡面 假隻 兩膽拖四腳 那兩膽拖四腳 就是一百四十四注 那你買完 就是跟著 就是賠回五千九 當然我們就不是叫你買足 一千四百四十四元 那你便限制 走到只剩下五分一 一半 一半 七百元或者五分一 那你一樣 都是計算賠回五分一 這個就是我們建議大家的 不過不要緊 因為其實我明白的 我自己也是門外漢 買華油污 我又知道 因為馬會 有時候你教他填票 你都要講得很清楚 才可以幫他填得對的 有時候他不會讓你在櫃位 才慢慢研究 那些大姐 你要慢慢說 都要清清楚 不要緊 今天我們會再建議 在第二十三節的 Pips華姐的時候 給大家一些比較複雜的 投注建議 很簡單 很簡單 在我來說複雜 不簡單 不要緊 但我都聽得明白 我們第二節再見